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猜猜我是谁 对 我是阿布小姐姐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西安的旅程 来一起看一下佳能EOS M5这台相机 在夜景拍摄时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镜头是 适码18-35mm f1.8 art 这个镜头是不带防抖功能的 但是EOS M5这台相机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提供了一个电子的五轴防抖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画面还是非常稳定的 适码这个镜头搭载了 HSM超声波对焦买拔 搭配EOS M5的双核对焦系统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对焦安静又迅速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在焦点转换的时候 是非常平滑的 再配合EOS M5的触摸屏 你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中 非常轻松的选择对焦位置 焦点会非常平滑的移动过去 此时同时开启了 EOS M5的人脸识别追踪对焦模式 你可以看到 当画面中出现人脸的时候 焦点非常平滑且准确的移动了过去 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 捕获到对方的一屏一下 同时F1.8光圈带来的前景深 让你画面的背景非常的柔美 适码18到35毫米这个镜头是等效全画幅 28毫米到50毫米左右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焦段 不论你是想要拍摄一个接近人眼视角的效果 还是想要一个小黄角 收一些场景 这个镜头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当我们换上加能11到22毫米这个超广角镜头 就可以提供等效全画幅18毫米的宽广视角 在这样旅游跟拍的情况下 就可以更轻松的拍摄到周围的环境和氛围 不过由于这个镜头的光圈比较小 所以在夜里拍摄的时候会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进行一些补光 让画面达到理想的亮度 这个镜头的长焦端可以达到等效全画幅35毫米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东西拍得更大一些的话 就需要凑得近些咯 因为这个超广角镜头同时也搭载了光学防抖功能 所以和EOSM5机身提供的电子五轴防抖功能搭配后 可以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手持的环绕拍摄是非常稳定的 接着我们换上了18-150毫米这个大便焦旅游头 它在长焦端可以轻松地提供等效全画幅240毫米的长焦 所以可以非常轻松地拍到远处的画面 东西会变得精美 食物会变得美味 你们看这个羊肉串是不是很好吃呀 不过在广角端呢它的视野就没有那么大了 跟超广角一比就败下阵来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视频的防抖效果也不是很好 不过这个镜头的方便之处就在于变焦范围很大 所以出去旅游就不用频繁地更换镜头 由于长焦端的焦距非常长 所以它背景虚化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你可以看到大街上的人非常轻松地就被景深给隔离开了 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么长的焦距下 EOS M5的双火对焦系统也可以平滑快速地进行对焦 而且我现在是手持进行拍摄 可以看到视频的防抖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搭配触摸屏可以让你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方便地选择对焦点 即使在这么浅景深的情况下 也可以让你准确地对焦到想要的位置 还有这个芒果冰沙是不是很诱人啊 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大便焦头 通过放大对象让它完整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效果 这个镜头拍摄照片的时候画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放大后可以看到画面非常的锐利 不过呢有时候EOS M5也会抽风 像这样黑屏卡死 无法操作进行拍摄 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比较小 EOS M5这台相机的内置麦克风呢 音频效果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收入现场的噪音比较多 不过这台相机的机身上是有一个麦克风接口的 可以选择搭配一些外置麦克风 以获得更好的录音效果 112这颗超广角镜头所搭载的光学防抖 在夜景拍摄时非常有用 可以让你降低快门获得更低的ISO 这样你拍摄的照片噪点更少画质更好 不仅如此 在夜景拍摄人像的时候呢 开启闪光灯的慢速同步功能 更慢的快门可以让背景来往的人物变得模糊 更有动感 而前景的人物被闪光灯锁住 非常清晰 长焦的好处是可以让你非常轻易地拍到远处的物体 不管是防岩悬挂的灯笼 还是远处城楼上的大鼓 都可以放得很大 之前的佳能相机由于测光系统的缺陷 所以都不搭载闪光灯慢速同步功能 而EOS M5使用CMOS进行测光 可以支持慢速同步 让你在拍摄到漂亮背景的同时 把前景的人物照亮 让你获得一张曝光非常完美的照片 EOS M5这台相机的屏幕 可以非常方便地翻转到正面 配合11到22毫米超广角镜头 搭配慢速同步闪光灯 像这样多人的夜景合照 只要手持就可以拍到了 因为微单系统都比较小巧 所以对三脚架的承重要求就比较低了 随身携带一个便携三脚架 寻找可以支撑的物体 就能够很轻松地拍出长曝光的照片 同时搭配超广角 也可以轻松地拍出更加宽广宏伟的场景 现在我们换上22毫米F2这个大光圈定焦饼干镜头 可以看到大光圈带来的前景声 加上对焦距离非常的近 让美味的食物更加有诱惑力 同样的 这个镜头也是没有光学防抖功能的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EOS M5的电子五轴防抖功能 让画面非常稳定 夜景视频拍摄的时候 大光圈非常重要 因为可以提供更多的进光量 降低ISO 提高画质 脸好白啊 好了 Part 2的评测到这边就结束啦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之后 其他的EOS M5的评测 阿波拉基手册只做实拍 不瞎BB 好消息 好消息 只要现在关注这个微博 就可以获得国立老师的清笔签名账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来者不拒 聚精会神 神神叨叨 刀光剑影 应贼作妇 妇相丧害 太想咋地 地老天方 方兴未耐 耐以生存 存生雪花 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